近日,位于成都市井江区陈龙路街道的R29社区智慧食堂备受瞩目,该食堂创新引入的炒菜机器人实现了美食与科技的完美结合,并凭借便捷、美味、经济优惠赢得了诸多食客的钟爱。 7月6日中午11时许,临近饭点,R29社区智慧食堂门口就排起了长队。 走进食堂,饭菜香气四溢,大厅内已有不少附近的居民及上班族前来就餐。 食堂窗口陈列着近20款菜品,能满足各类食客的口味需求。 我们的食堂占地面积是304个平方,每天的一个菜品大概是20多个,根据不同的情况会进行一个每日轮换和一个菜品的一个更新。 我们主推的套餐是有三种,一荤两素,两荤一素和两荤两素。 我们还支持各种套餐的一个搭配,平均10元到12元之间就可以吃到一份比较丰盛的一个餐食。 在附近工作的曹敏是这里的常客,自该食堂营业以来,他经常都会选择来这里就餐。 这个社区食堂,然后里面的饭菜的话,感觉分量还可以。 比之前吃的其他快餐店和那些套餐,感觉更经济,更实惠,然后味道也还不错。 该食堂产品负责人焦世凯介绍,R29社区智慧食堂前来就餐的不只有周边小区的老人, 还有很多附近上班的年轻人,以及在附近学习的小孩。 食堂根据不同食客的营养需求,提供了健康、美味、营养均衡的菜品。 选了工艺商之后,它整个的过程,加工过程,我都会看,就是溯源嘛,然后我们会建立一个台帐。 这里面的客户呢,有小朋友,有老年人,有中年人,对吧,有年轻人。 所以说,我们在搭配这个产品的时候,就会考虑到所有,所有人。 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统的人工烹饪,该食堂还引入了最新的炒菜机器人技术。 在共享厨房区域内,焦世凯正熟练地使用冬奥会同款的炒菜机器人烹饪川式回锅肉。 现在我们就点击我们的设计程序,我们本期菜谱上面都有。 焦世凯在屏幕上进行简单的操作后,短短几分钟,炒菜机器人便制作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川式回锅肉。 焦世凯表示,炒菜机器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食堂后厨压力,还能使出餐菜品实现标准化的口味。 这台机器人我们提前把那个程序编进去,实验过很多次,就是前置加热时间,包括中间这个酱料,包括那个配比,我们实验很多次。 我们现在做到50个菜左右,炒出来味道其实差不多,因为油用到调味品都是一样的。 除了炒菜机器人,食堂内还随处可见桌面无线充电器等各种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智能化设备。 而针对60岁以上的老人和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群体,该食堂还推出了长期久折的优惠方案。 67岁的李菊华就是受益者之一,食堂干净的环境和丰富的菜品,给第一次到食堂就餐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因为我们小区很多朋友都在这里,老年人都在这里,我今天也来尝试一下,这里边的菜品也好,服务态度也好,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提供了又一种选择就是不想,自己不想做,还有一个自力能力比较弱的人提供了方便。 对于未来的规划,狗斯鹏表示,食堂会根据就餐人员的反馈和建议,持续改善并且优化服务。 未来我们会根据居民和客人的一个意见,进行一个业态的一个扩充,增加面食,团餐,甜品的一系列,一个产品的一个研发,以及上线,满足更多的一个老百姓的一个需求。